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罗罗北美 我是高亮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2022年的年度总结 那在2022年这一整年呢 由于疫情原因呢 国内也没有什么同时过来啊 我们也没有见到心爱的政客 仍然是由我光光当当我们三个人 为大家来累计贡献了51期片子 那咱们首先呢盘点啊 先从数据说话 首先第一个 就是在新浪微博上 我们在微博上去年 有了第一条突破100万的一个片子 就是去年的C码改装展 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改装展上呢 经常会讲一个笑话 因为去年的这个C码改装展呢 拍摄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光光同志的家里面的亲人呢 就是生病了 所以说就变成了我跟当当两个人去了 你们看到的很多空镜都是当当拍的 回来之后这个片子一下爆了啊 到100万了 我们经常就调侃光光说你看就这集你没去直接咱就100万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哔哩哔哩啦 因为B站呢大概在两年前吧 我们就从罗罗报告这个账号单独拿出来了 独立运营了 然后目前呢粉丝也已经来到了8万了 我其实一直以来呢都觉得咱们B站上的小伙伴们啊应该是特别特别懂车的 应该是对我们拍的这些不管是性能车超宝还是hypercar或者是很有历史很有意义的这些车啊都属于非常喜欢非常热爱的 但是我盘点了一下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咱们B站上的这些朋友啊真的是太八卦 因为去年流眼量最大的一条不是任何hypercar啊竟然是一条了解美国物价的疫情期间美国的白菜卖多少钱这个豆腐卖多少钱油价是什么样的 这样一条片子啊20多万的热量第二条就是去年的袁氏山车展带大家领略了全世界啊最顶端的车友聚会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欣慰啊就是咱们B站上的小伙伴非常的有车品 再往下来第三条就又开始八卦了是年初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制片人光光同志他的马沙拉蒂被别人给撞了那撞了之后呢当时这个车4万块钱买的 办公司赔了7万然后你们就都哗过来看热闹了所以那个竟然是我们去年在整个B站的流眼量第三啊再往下来咱们来统计一下油管上面视频流眼量最大的前三条第一名是咱们全新换代的红衫第二名是全新换代的孟琴第三名是TRX所以说呢在整个油管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务实的看我们片子呢也都笨着是自己能够买得到啊 当做一个相当于数据书一样的片子来看的接下来呢咱们按照车价盘点一下啊看看咱们拍的最贵的车都是什么车 咱们按照车的价格啊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台啊科尼赛格 这台车呢在美国的售价是190万美金起那第二台贵的车呢是麦凯伦的一台V型10缸的赛车这车没法上路啊叫Seluz GT是咱们在原石滩那时候带大家拍的这台车的售价呢是325万美金起而且他要对你这个车主进行一个驾驶资格的一个测试 如果你是赛车小白这车人都不会卖给你 然后再往后接下来三台全部都是布加迪 第一台Super Sport300家 那这个车呢在美国的骑士售价是390万美金起 再往后第二台也就是在原石滩上发布的那台敞篷版的布加迪 也是号称最后一批W16纯燃油发动机的布加迪叫Mistroy然后这台车它的价格竟然比Super Sport300家贵了那么多啊来到了527万美金起 然后接下来呢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在今年的Pure Scoop也就是咱们上哥办的这个ToyDry上面带大家看的那一台从东海岸发快递发过来的那一台布加迪的EB110 Super Sport 全球唯一一台由巴伯斯改装的版本那台车哈现在因为就只有V台所以说呢它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普通的一台EB110都不是Super Sport已经300多万美金了 所以那台的售价应该是我们今年拍的所有车里面最贵的一台车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按照去年我们参加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型的展会啊活动啊来大家盘点一下啊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去年在1月份的拉4月4参加的CES展 这个CES展呢以前是一个电子消费展啊 那随着现在电动车越越多了之后呢 所以很多整车的厂商呢也都参与到了这个展会里面 那去年的光上这一个展会啊我们就给大家拍了三期片子 因为实在是有太多好玩东西了 首先呢宝马的展台我们就拍了一期片子 就因为在宝马展台上我们看到一个可变车漆技术 就是它呢在这个就用了一个电子墨水的原理啊相当于整个覆盖了车的外表 非常的炫酷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看了一个啊 价值人民币啊超过了600万人民币的一个拖拉机 这个拖拉机呢本来感觉它就是一个干活的东西 它也出现在了一个电子消费展了 因为现在的人家的拖拉机啊都已经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了 另外还给大家拍了一期片子呢就总结了一些其他车厂 我们带了一些电动车的作品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台啊就是雪铁龙的有一台 就只有8匹的电动车 它整个车做的非常的小非常的简洁 在咱国内看起来呢可能就是老头乐 但是在欧洲市场这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他们主打的呢不是老年人 而是刚刚拿到驾照的16岁的年轻人 而且这个小车啊你们看它很简陋 但是这个车一经推出马上就被人呛空了 非常的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就是原石滩车展啊 这原石滩车展它其实是一个礼拜啊 以前呢我们其实曾经去过一回 带大家看过原石滩车展 但是我总觉得吧 这个东西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了 就是实在是无法get到那些890岁的那些 old money他们的快乐啊 因为他们的童年玩的那家车 离我实在是太远了 那先开始我就没打算拍 后来呢光光自己去溜了一圈 结果溜了一圈之后发现哇塞今年不得了啊 今天在上面布加迪也发车 是麦卡伦也发车 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呢这个他去了之后 第二天回来又拉着我又去了一天 所以呢最终才拍了这一期原石滩车展的片子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啊 在美国享受了一下国内媒体老师的待遇 我们在美国加州的棕榈泉 然后参加一次宝马组织的试驾活动 分别试驾了全新的纯电爱7 以及这个XT M60i 那其实爱7这个车呢 原先我对这种传统车企造电车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啊 但是开了这个车之后 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并且呢你想想啊 CES展示在一月份 当时呢给我们展示了概念性的 一个后排的33寸的大彩电 没想到到了下半年 人就直接装到了这个全新的7系上了 所以说宝马的速度还真的是快 接下来就是2022年的C码展了 这个C码展呢 不仅是在微博上达到了第一个100万 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这种改装的一个前沿趋势啊 那首先呢第一点就是目前以美国像 到齐这样的传统的机油车的生产厂商 都知道自己的这种大排量燃油车 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呢他们都在抓紧的出一些 末代的纯燃油的纪念版本 我们在今年的SEMA改装展上 也没有看到太多的电车的改装作品 反倒是看到非常多这种跨界的改装 例如说一日混血或者是美日混血 你能看到一台发达利里面装着本田的发动机 也可以看到一台86里面装着LS的发动机 总之就是不管你将来出不出新发动机了 反正我们肯定还是要玩传统的燃油发动机的 接下来呢就是两个车展了 分别是成线车展以及罗安基车展 这个车展的变化也非常大 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呢受疫情的影响 这个车展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来 基本上都是一些本地的四台店 带着自己的产品来 也没有什么新车 那今年呢你像保时捷就特别有诚意的 带来了两款车都是在罗安基车展作为首发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911的达卡尔 还有一个就是911T 这两个车都属于是这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很有驾驶乐趣的车 那同时呢在这个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是像新的泰盘啊 还有像新的野马呀 这些厂商他们也希望都推出了自己末代的 纯燃油的很具有驾驶乐趣的这些产品 接下来就是丰田啊 在罗安基车展上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就是冯燃张南说了啊 自己决定说不在这个电车上与整个行业硬刚了 他觉得未来应该是由其他的新东西来替代的 所以说冯燃张南在罗安基车展上 给大家带来一台全新换代的魁斯 颜值以及动力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同时呢他也表示未来丰田全新的产品 都会推出混动的版本那以美国自己本土市场呢 大家最喜欢的一些大的SUV 以及全尺寸的这个皮卡呢 现在也都过来了 像全新换代的红衫 呃猛琴 以及像这个猛琴R 都出现在了这个车展上 那刚才大家来回顾了一下2022年的罗罗北美啊 但接下来咱们来展望一下2023年 大家看到这期片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去掉了拉西安斯 来带大家拍今年的CES展了 除此之外啊 其实我们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大招啊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光光曾经带大家拍过几片呢 来讲他们这个打枪的比赛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在那个片子之后的不久呢 我们就去到了美国的德州 因为光光订了一把相当于是赛用手枪天花板级别的那么一把枪 那去达拉斯的整个之行呢 我们拍了达拉斯的车 达拉斯的枪 以及达拉斯的牛仔文化 也就相当于是我们罗北美在明年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啊 大家敬请期待 基本上这个片子应该在春节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那这一期的罗北美呢 都要结束了 我是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